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段先生频道,我依旧是师妹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模特劈腿按摩师傅 结果发现两人的对象仅是上下级关系的故事 谈谈情,说说性 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无论起因是什么,但终归会有性的出现 性生活分为很多种,有一定存在必要的婚前性行为 结婚后的常规性生活,毫无感情基础的一夜情等等等等 但不论是何种行为,安全措施还是很重要的 万一不小心染上性病,那不是得不偿失吗 经营性病治疗诊所的铁牛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早已司空见惯 每天诊治各种类型的病人,她的话术也是一套又一套的 好在身边还有得力助手,护士阿花 不然这一天天的,活得和宫里的公共一样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都累啊 通常来说,像铁牛和阿花之间的关系和默契度 她俩八成是一对,但让观众失望了 他们除了上下级以外,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他们都有各自的另一半 铁牛的女友玉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模特 长得漂亮不说,身材也毫不逊色 阿花的男友狗蛋在摩店里工作 虽然说话有些小结巴,但长相和身材那也是丝毫不差的 然而就是这两位看起来不太可能有交集的人在狗蛋工作的地方认识了 第一次见面时,两人便像天雷狗地火一般 眼神之间来去都带电 甚至说他们是在用眼睛黑羞也不过分 当然了,眼神哪有时操重要 这不,狗蛋工作结束后 两人便彻底忍不住和对方发生了关系 一次两次再到无数次 期间并没有经历过多长时间 看看一个月罢了 在这一个月里,他们不是没有想过要将自己劈腿的事情告诉铁牛和阿花 只是勇气不足,一直没有成功罢了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同时给对象打去电话 结果还都没能接通 此事便作罢 狗蛋和玉莲两人几乎是忘了铁牛和阿花的存在 他俩更像一对情侣 约会,黑羞,一个都没拉架 反观铁牛和阿花,两人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许久没和对象约会,也没觉着哪里不对劲 就算约会被放鸽子,也对另一半深信不疑 直到诊所的阿伟,意外在外发现狗蛋和玉莲互卫食物一幕 他们才知道自己头上绿油油一片 起初两人还不太相信 以为阿伟在和他们开玩笑 要不是阿伟再三保证自己没有撒谎 恐怕他们俩还在自己欺人 他们决定当面对峙 并且提前排练了许久待会儿可能会遇到的状况 由于他们俩人都属于脾气较好的类型 很少会和别人当场发生冲突 当狗蛋和玉莲两人真正出现时 他们还是没能置问二人 而是选择躲在衣柜里 即使看见了两人黑羞的画面 他们依旧选择逃避 这忍耐力还挺强 现场直播都能忍 虽然他们这时候还在为狗蛋和玉莲二人找理由开脱 但说到底还是因为怂 趁着两人洗澡的时候 他们离开了 只留下狗蛋家的钥匙 而狗蛋和玉莲看见钥匙后 便知道自己劈腿的事情已经暴露 想象中双方撕破脸的场景并没有出现 他们只是将各自的物品收拾好 结束了这段关系 想要忘记一个人和一段感情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过往的种种总是突然浮现在脑海中 赶都赶不走 将酸色的感情发泄出来之后 他们才做到真正的断舍离 不再回想那段结局并不美好的感情 阿花打算参加一场关于皮肤科的考试 正好铁牛有这方面的资料 不仅可以将书借给她 还能临时担任老师一支 给阿花补课 从前有对象的时候没觉到 现在恢复单身之后 看谁都没情目秀 适合谈恋爱的模样 她俩本就是一对非常有默契的搭档 对彼此产生好感意识 其实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只是两人谁也没有说破 揍揍揍揍了 比早恋的学生还扭捏 让看在眼里的阿卫实在有些不爽 于是她偷偷在食物里加入催行药 试图让二人发生点什么 谁知这两人抱也抱过了 情也亲过了 愣是没有发生真正的关系 一日彻底清醒过来的两人比之前还要拧巴 阿华一口是为由 暂时离开诊所 而铁牛想破脑袋也没想清楚 他们之间到底是因为什么 才没有发展成恋人关系 许久之后 考完试顺带旅行了一趟的阿华 终于再次出现在诊所 她主动邀请铁牛为自己检查身体 看看她是否适合孕育孩子 检查过程中的铁牛毫无私心 只是站在医生的立场 为病人看病罢了 虽然她的内心很苦涩 阿华偷偷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 什么也没说 只是表情略有一些耐人寻味 我已经检查过了 什么时候轮到你呢 当阿华对铁牛说出这句话时 铁牛很快便反应过来 她这是在向自己表明心意 而自己又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呢 影片以美好的结局收场 至于他们为什么没有在秦董那一晚成为恋人 生因为阿华害怕发生关系之后 俩人连朋友也做不成 而铁牛则是因为不确定阿华的心意 这才迟迟没有主动出击 如果他们能够像之前一样无话不说 或许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能够更早一些 沟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朋友是 亲人是 暧昧期的准恋人亦是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